那麼阿超呢其實是在這個2006年的時候發表了一首好人的歌曲對不對 那首歌曲造成了十萬的網友爭相收聽喔 那阿超其實也是一個音樂系的大男孩 那其實比較好奇是說阿超你是一個這麼堅持自己的夢想還有一個努力認真的歌手喔 那我想你一定是很多不管是創作者也好很多學生也好的一個很棒的榜樣 那不知道有沒有說你在確定要走這個創作路的這條過程中喔 你有沒有考慮過或者是質疑過或者是抽搐過這個問題 可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走上這個創作這條路的過程 或者是說可以給我們每一個想要追夢的聽眾朋友一些啟示 其實我不敢說我是大家的榜樣 只是我自己對我自己的我一路上 因為我其實從國中畢業的那個暑假開始創作 因為我其實前國中的時候都是喜歡自己彈彈流行歌 但是都是彈別人的歌 然後從那個暑假開始我想說阿自己來寫寫歌好了 看可不可以寫看會不會寫 結果就意外的寫寫寫出了覺得還蠻完整的歌 也許現在聽起來很慫或是很爛 但是但是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欸沒想到我寫得出一個完整的歌曲 然後我之後就開始就會慢慢的開始用創作來記錄我的生活 還有我的很多想法 然後其實一直到高中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創作對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別的目的 其實就是像是有人會寫部落格 那有人會畫畫 有人會寫日記 那其實我的方式就是用音樂創作 然後就其實就一直變成一種習慣 一直到大學畢業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會 好人這首歌之所以會讓被大家聽到 是因為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安排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我是寫了這首歌之後 我就想要參加一個比賽 那個時候剛好有一些比賽 然後那個時候也剛好有一堂課讓我們有機會去 要做出一片CD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自己跑去錄音室花幾千塊 然後去請錄音師幫我把它錄下來 然後我就在錄音室裡面自彈自唱的把它錄下來 然後我就放到 然後我就放到我自己的部落格 然後我同學的哥哥看到了 那首歌他很有感覺 然後他就把它PO在BBS的版上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 突然間就很多人都會進來我的部落格聽歌 然後就這樣子流傳流傳 就這樣流傳了兩三年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妙 如果說你真的有心要走創作這條路的人 你真的不用擔心說你可能要馬上寫出一首 多麼受歡迎的歌 對 它不是這樣子誕生的 對 它是累積一種實力這樣慢慢累積來的 不要因為可能自己寫了一首 覺得聽起來不太好聽的歌 然後就灰心了對不對 對其實我覺得像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那其實有時候夢想它其實是很遙遠的 就算就即使是已經 你感覺這個人他已經抓到他的夢想 但是其實他也許還有更遙遠的夢想在前方等著他 但是我覺得 不管我們的夢想離我們是很近還是很遠 我們都一定要就是盡量不要放棄 因為放棄就是你 你就是等於是你從那條路上離開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堅持下來 對 不管他有多遙遠 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樣子